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記得點閱中天YouTube 如果你家的電視機 有YouTube的話 也記得點進去中天電視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但我們說到 現在萊豬進口的時間 可是正在逐漸的倒數當中 執政團隊 你有沒有聽到民眾的聲音 好像還是沒聽到 只說現在我已經把22項 變67項了 裡面有沒有標萊豬 沒標 還是不標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蘇貞昌在立法院裡面 可是這個態度越來越狂 眼睛炯炯有神 就那方丈上了光明鼎之後 絕大讚那六大派 但是現在站到了一個姓蔣的 蘇貞昌 你站得下去嗎 我跟你講 立剛 你知道這個萊豬 現在蘇貞昌他就是很 講話就是很皮 而且你看何志偉還講 他說這次可能 會升級丟排卸物 我這邊想講 我知道 他先預告 預告完之後 你國民黨可能就不敢丟了 可是立剛 我的看法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我想講的一件事說 現在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麼 老百姓其實並不關心 你們在那邊丟來丟去 我只關心說 你那個豬會不會進來 對 那你民進黨的立委 你卻擔心的是說 會不會被K 我用小肚致長這樣形容 你覺得我講得很過分嗎 沒有吧 沒有 好 結果果然小人肚致虛之父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這次沒有鬧 應該是有把社會的聲音聽進去了 就說要就認真的質詢 果然我最崇拜的立委之一 為什麼 我崇拜他是因為他EQ好 他脾氣很好 叫講萬安 這次我們不要來 做這種消極的抵抗 我用問證來讓你知道自己 哪邊要被打臉 你看 他怎麼問 他說來 蘇院長我直接問你 你不是很愛耍嘴皮吃嗎 來 我問你 你第一 不要再給我反質詢 我問你什麼 你打什麼 第二 就問這簡單的 蘇院長170多種動物用藥 哪一個在台灣是禁止用藥 我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提問句 但觀眾朋友應該很清楚 講萬安的意思 就是萊克多巴胺就是禁藥 對 那台灣就是不能用 那既然是禁藥 你為什麼要把一個禁藥的食品 就是我們講豬肉進來呢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好 結果他 講萬安怎麼回 不要那麼傲慢 你看 他現在很生氣 有沒有 很生氣 我真的很少看過 講萬安這麼生氣 當然 現在全民都怒了 你知道有7層的老百姓 都認為你應該要標示清楚 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美豬 這個美豬有萊克多巴胺 他說歐盟對岸就大陸 俄羅斯都沒有進口萊豬 其中俄羅斯到現在 都沒有被WTO處罰 對啊 然後結果他果然 問東達西 所以其他國家可以做到 卻偏偏台灣不能做到嗎 對 然後就打臉王美花了 他就果然問東達西 為什麼 因為他無話可接 他就說 講萬安你在美國 不是也吃了美國豬肉嗎 我告訴你 這我也可以打臉 在美國不是吃到美國豬肉 就一定有萊克多巴胺 美國豬肉也是有分 有萊劑跟沒有萊劑的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但美國人家的法則 ABCD是標示得很清楚的 台灣呢 台灣總歸一句話 就是要標示清楚 有沒有含萊克多巴胺 結果蘇院長他下一個結論 他說標示產地絕對比 有沒有標示萊克多巴胺的範圍 還大 民眾更好分辨 他這個邏輯 馬上被講萬安罵 說你這邏輯就跟第一名一樣 就是砍發到別的地方 而且蘇院長還說 如果店家要標示 或者廠商要標示 我樂觀其成 那就代表 你把這個爛攤子丟給廠商跟店家 你政府不是本來就該把關該做嗎 你知道那個費洪泰 他就去罵陳時中 你還有良心 你有沒有還有良心 你們看那個畫面有沒有 看到他罵得很激動 人家認為你衛福部長三年前 自己都說你是腰桿子 要挺在那兒 你要為實安把關 不然你就下台 所以人家才會說你有沒有良心 結果你知道嗎 陳時中在針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竟然回不要侮辱我 我心跳很快 意思是說他有心 而且他越跳越快 是不是耍嘴皮子 是不是講話很皮 我這邊我真的要嚴肅的糾正一下 爸爸媽媽都在煩惱 以後學校會不會有萊豬進去 小孩子吃了會怎麼辦 大家煩惱這件事情 想到這件事緊張得心跳很快 你陳時中卻是耍撇子 耍到心跳很快 今天好多人群聚一家 素食店的門口 因為我會做 主委陳其中跑去發台灣租標章 我就問一句 你可以發台灣租標章 你為什麼不能夠去標示 哪些店家的租 他有來記 同樣都是給大家一個選擇的權利 跟一個辨識的能力 你可以說這家店的東西 這個是好的 不好的為什麼不能標出來 我不懂 立剛為什麼 好 然後結果 這邊還有一段鬼打牆的話 你知道嗎 他們說 陳廷菲在質詢陳其中的時候 他就講 他說現在標示產地其實就夠了 因為這些豬肉 美國的萊豬才會有萊克多巴胺 你標示是來自美國 就知道他是萊豬 那就不要買就好 我想問陳廷菲 陳委員 請問你既然也都知道 美國豬這裡頭含有一些 是有萊豬的 那就不要買就好了 為什麼要進去 你現在做球給陳其中 你做得那麼噁心 我覺得那就算了 你自己都沒有發現 你講話邏輯破洞百出嗎 對 好 我再講一個 就是你剛剛說 就不要買美國豬就好了 其他的豬就真的百分之百安全嗎 你知道大陸最近發現 他們進的加拿大豬竟然還有萊劑 加拿大豬有萊劑 可是不對 加拿大養的豬 他們是不可以用萊克多巴胺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加拿大跟美國之間 豬之外互相往來 所以也就是那個豬 可能是在美國養大 出生的 是養的 吃萊劑 吃飼料的 最後運到加拿大去屠宰 就變加拿大豬 屠宰來就變加拿大豬了 所以有很多漏洞 到底怎麼防 是最安全 很簡單 這個豬進來它含有萊劑 標示出來 讓觀眾朋友有選擇的權利 不就得了 我們並不是排斥那些豬肉的進口 可是重點是我們不要吃到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 你每豬進來 你要進那些沒有萊劑的豬 那不是大家吃得也都安心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怎麼政府好像一次都想不懂 一直在那上面一直打轉 一直打轉 一直打轉 你就把那有萊劑的豬標示出來 不就沒問題 大家就不要買有萊劑的豬 這才是終點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不只在這上面打轉 甚至有些人講話 真的是非常的不得體 看看上個禮拜大家都在罵那個誰 第一名在幹什麼 他黑一家牛肉麵店 牛肉麵店被他黑到爆了 但是今天又看到一個議員 民進黨的議員黑一家賣場 奇怪 這賣場是跟你有仇嗎 你幹嘛去黑人家 明明人家沒這事情 你為什麼硬說人家有 不但跟他沒有仇 他還在人家的賣場商店街 佔據最好的櫃子 賣他的雨傘跟炮過化學劑的襪子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不分區 其實選區在中立區 被人家稱為諷刺 他是不分區的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剛剛你說不只是打轉 而且還抹黑 因為他們要圍牛打豬 模糊焦點 然後把天下烏鴉 一般黑的本領都死出來 我說你有萊劑就是有萊劑 我說你賣的牛肉有萊劑 就是萊劑 當然這個大賣場 他們也開始提出 找法務要研究 對王浩宇提出控訴 要走法律途徑 嚇得王浩宇趕快把這個貼文刪文 刪文了之後 廠商除了拿SGS的檢驗報告 自己要澄清 要自己解釋你知道嗎 說明明就是萊克多巴胺的肉製品 它是零檢出 就是沒有 你就是要說有就是有 而且把貼文刪除 因為嚇到了 怕這個廠商整個可能要告他 他現在1月16號 就要面臨被罷免的投票了 然後趕快又在臉書上PO出一張 好像看起來很溫情的照片 他在煎這個牛排 還說我對他賣的美國牛肉有信心 你前面拿那個文章來黑人家 現在還又說有信心 人家都已經拿出報告成金了 你就不相信 只有逼得這個公關很無奈的說 根本不願意被王浩宇預言 捲進這一次的這個事件當中 你看很多的網友 其實就開始同情 而且擔心這家大賣場 連鎖賣場 說會不會 因為不敢反駁 不然就跟皇家牛肉麵店一樣慘 你說會有一群人來出征他 到時候A檢舉人 B檢舉人 1號檢舉專業了 2號檢舉更專業了 會不會 然後一大堆牛都沒有了 你像看豬肉 對我們台灣民眾的消費習慣 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的關係 第一個 我們對美國牛肉的確是有特殊的需求 會比較喜好 因為比如說有些人喜歡吃美國牛排 但是對美國豬肉卻沒有 誰會喜歡吃美國豬排 而且更何況 有些歐美國家 他賣的豬肉會有燒味 第二個 台灣民眾他的比較廣泛使用的是 吃用的是豬肉 吃牛的人畢竟不會比吃豬肉多 因為還有很多農家子弟根本不吃牛 包括農民會豬 陳其重就是這樣 第三個 美國牛肉的價格 平均本來就比台灣牛肉高 但是美國豬肉如果進口 它的價格是比台灣豬肉還便宜 為什麼他們喜歡這樣子打 就是想要模糊焦點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自從2012年到2014年 那時候在討論要開放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大概是30個月40以下 就是小牛 成年牛不行開放 然後牛豬分離 豬肉也不行 因為民進黨不斷的在街頭抗爭 然後當時從2014到2018年 這五年來 有平民媒體去做了一個調查 2014年到2018年 五年來86家只查了18家 僅佔1分之1 20.9% 而且重複查場率有高達5成 其中這18家 又有平均是四大業者都在那邊 然後小廠商就查不到 所以曾經去參與查場的官員就講 如果你扣掉他的交通跟經費因素 根本不叫查場 叫拜訪或是參訪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要查場的時候 比如說美國牛 你要以美國政府當地的主要的國家 通知他 把我們要去查場的人員 所有的資料 日期 什麼時間到 報告全部都送過去 美方核驗之後 我們才能出發去那邊 你想想看那個查場 都是美國安排好的 美方安排這個薰木廠 飼料廠跟屠宰廠 安排好好的 那一定安排沒問題的 對 讓你查了就沒問題 當然被你查出問題 那還得了 查完了之後 他再回來寫報告 給衛福部官國發會 他們去同意說要不要 還有經濟部他們要不要同意說 這個開放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查場 而且我跟大家講 2014年剛開始查場的比率 有高達38.5% 到了2015年就變成54% 然後到了2016年又下降了 變成34% 下降了19% 然後到了2015年 2017年的時候 他就變成29% 再到了2018年就是前年 他多少 變成27.4% 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少 查償比例越來越少 你看這個藍線是每年進口的比例 抱怨比例一直增加 他的場上比例一直下跌 所以你告訴我會查什麼 查個 你連美國牛肉開放 都查成這個哩哩啦啦 你告訴我豬肉會什麼 源頭管理 五大管理 笑話 我當成你左耳機右耳處 我根本沒在聽 因為政府根本沒有辦法 建立人民的信心 也難怪醫師蘇偉說 他就講說 以前在討論開放美牛的時候 當時我不是說社會運動 街頭抗爭 立法院衝突幹嘛的對不對 當時政府還顧慮到立法院 願意說在民進黨 不斷的抗爭之下 才有的什麼牛豬分離 源頭管理 十二支增員對不對 結果現在民進黨政府 根本不鳥你國會 直接跳過國會 行政命令就好了 不要跟社會溝通 所以蘇偉說意思說 就變成讓台灣民主 嚴重的退化 到了準戒嚴狀態 他還舉例 就拿年初疫情剛開始發生 不是有所有醫事檢視人員 不能出國嗎 韓國也是一樣 可是人家好歹立了一個法律 我們政府不是 就是疫情防疫中心指揮官 他的權力就比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個總督府的總督權力還大 指揮官的口譽指示就OK了 也難怪現在要開放美豬 看你誰在質疑 我就發動網軍跟側衣去攻擊你 把你砍到死 把你打到死 茶廠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是來打煙霧彈 查著 查到最後 結果你一看 光那個牛的部分 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當中 那你豬怎麼查 更多的豬要進來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時間都在倒數當中 可見得政府就在呼嚨 但江老師 現在打烏賊戰真的很好打 我拼琳磅打得烏煙瘴氣的時候 打到最後民眾不知不覺 怎麼市場裡面已經有美豬了 美豬進來算了 你們就乖乖吃吧 是不是這樣的心態 不過權力是官員的 健康是自己的 唐朝的詩人張吉寫歸首詩叫 還軍明珠雙肋垂垂 恨不相逢 未駕駛 我想很多人念過古詩詞人 應該說 還軍萊豬雙肋垂垂 恨不相逢 未胖食 吃萊豬會不會發胖 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這個1859年 英國有一部名著 狄庚斯寫的 他寫當時悲情的故事 時代悲情故事叫雙城記 2020台北也有一部雙城記 也是雙城記 跟陳吉宗跟陳吉宗 這個雙城記 應該是項級的愛情 為什麼 他們對於萊豬的偏好跟感情 你說那種喜愛 項級的愛情 那種幻想 盲目 衝動 勇敢 不濟後果 我要跟政府報告 老百姓在政府算帳的時候 記性最好 取得政權的官員 耐心最差 官大學人大 但是不要忘記 所有的權力 都是你們跟老百姓借的 你不要把人家騙孝 官員可以騙 老百姓不是孝 騙孝有動詞跟名詞 騙就是官員在騙 那孝老百姓是孝 老百姓不是孝 你們不要再騙了 所以我認為說 誠實是最好的上策 對於萊豬這件事情 就標示這點有那麼難嗎 難在哪裡 你現在一下說動一下說心 一下把加勒服扯進來 加勒服是法國企業 你為了萊豬得罪了法國 得罪了方丈 將來拉法業 將來換銷你就不買了嗎 有沒有可能 我們買完萊豬不就是因為 不是萊豬本身 是萊豬的美國關係 背後的軍火 為了的武器不是這樣子嗎 另外你說 陳時中說貼標籤 陳吉仲他們說 只要標示 只要貼好 如果給人家貼標籤 會有這種歧視的問題 如果這樣 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應該一致 你看你現在來這邊嫁進來的 台灣的新娘 都是新娘 都是台灣人 你現在分外配 陸配 難道就沒有標籤嗎 那個外配跟陸配 你應該分等級 有些六年 有些八年才拿到身分證 都有差別待遇 所以不要睜眼說瞎話 我覺得說 你們如果真的要想把萊豬 搞得跟這個 人家是文技奇武 你們文豬跳舞的話 也OK 因為每個人喜歡東西不一樣 但是不要把老百姓當作是笑 我認為政府這個時候 其實要再會 雖然萊豬來的這個時候 雖然不太是時候 但是要強度觀察 拜登馬上也要登壇拜相 你是要把川普的政策 完全都落實了 拜登會不會買單 可能 賣萊豬給你會 但是那個人情是怕在川普 不是怕在拜登 再搞清楚這第一點 第二點 台灣老百姓會記錄這件事情 就是你不把老百姓的健康 當然一回事 權力借給你 你把他們健康也拿走 如果這個情況沒有改正的話 老百姓現在說 我要回我的健康 我也要回我的權力 那個時候執政者 恐怕蔡總統 蘇院長 你們要小心的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傲慢 看來現在的政府 把持著絕對的權力 相對的這傲慢的態度 呈現在臉上 可就非常的清楚 但你看這立法院裡面 蔣萬安委員 這質詢蘇貞昌行政院長 你看蘇貞這樣的傲慢的方式 茗玉 你都在跑立法院 蘇貞這麼的傲慢 他是不是認為說 反正小英已經都講明了 我就繼續在 去做我的行政院長坐下去 我這方丈坐在光明頂上面 我四平八穩 所以我就繼續狂下去了嗎 我今天確實是在立法院 講完30分鐘的質詢 台北講他真的是有備而來 如果說上禮拜的 丟豬內臟的話 算是武鬥的話 今天確實 國民黨是準備文攻 所以他的三棒林奕華 蔣萬安跟洪孟凱 都是有備而來 我真的很少看到 因為蔣萬安 大家對他的印象都覺得 他是那種溫溫的 對 姿絲溫溫 他今天質詢30分鐘 那個整個氣場很足 他大家都會覺得說 他整個聲量非常的高 可是現場的蘇貴也很狂 他反過來質詢委員 對 因為大家還記得 上次蔣萬安 就是吃了反質詢的虧 不過還是回過頭來講到這個主題 今天國民黨大概兩大議題 包括蔣萬安最主要是 他想表達的訴求是說 既然萊豬反正可能到明年 確實是擋不住要進口了 那是不是民進黨政府一直強調說 萊豬進口要給大家有選擇的權利 至少你要進口我們擋不住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標示 如果有萊豬或是沒有萊豬 我們可以選擇吃或不吃 但是目前為止 看起來民進黨政府 他還是不願意去標示 這個萊劑跟不是萊劑 他只願意標示這個國產豬 至於外國豬 全部都用三角形的符號 他只願意標示美豬 加豬 什麼荷蘭豬這些 但問題是說 你美豬有的人想要吃美豬 或是想要吃加豬或是荷蘭豬 當然目前為止只有美豬有萊劑 可是大家還是想要分辨說 你的美豬是不是有萊劑跟沒萊劑 對 你把它標示清楚 至少那些沒有萊劑的美豬 就不會被民眾給拒絕 確實是 其實講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就是當時的基改食品 如果基改食品都可以標示說 這個是基改的食品 另外一個是非基改 為什麼萊劑的部分是做不到 另外我覺得國民黨 今天還有問到一個重點 就是目前為止我們有53家 53家是舊腸 是美國豬肉 可是立冠哥你知道 就是說當時53家進來的豬肉 通通都是不含萊劑的 明年這53家當中有23家 22家 22家是有萊劑的 就是我們原本進口的 美國豬肉的廠商 其中有22家 他開始要記有萊劑的豬肉了 對 可是問題是 以我們茶廠的標準 蘇貞昌是說 我們是只查新廠 舊廠不查 對 問題是你53家是複合式的 有22家是有萊劑的 那他們要不要查 就沒有要查 沒有要查 就沒有在我們要查的 這個第一批的 就是沒有 因為我們的茶廠是以查新廠 那這些舊廠他就是不查 那根本擺迷放水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茶廠的漏洞 不過這個行政院 他後來有補充說明 就是說雖然沒有要查這個舊廠 可是問題他是放在查驗當中 茶廠的目的是 為了要查他的安全 就是衛生 衛生環境 還有這個到底是不是有合乎 這個衛生的標準 那至於說有沒有含萊劑 是進口的時候要查 那我不知道這種說法 民眾能不能接受 那最後要講說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插曲 就是說蔣萬安 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要表達說 他其實是跟豬農都有溝通過 他特地去屏東 就有跟這個豬農來進行會談 結果那個 因為大家知道 蘇奎是來自屏東 出生屏東 所以他就說 他跟這個屏東的豬農都很熟 他就直接問蔣萬安說 那你去看哪一家這樣 蔣萬安本來要說的 他要說的時候 國民黨立委就說 不要說 不要說 說出來馬上被查水表 所以後來蔣萬安就吞下去這樣 可是這件事情 就被綠營大作文章 綠營就會說 你看 你說也沒有差 結果你說你去跟豬農有作會談 可是你講不出來是哪一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又會成為未來 這個藍綠攻防的一個焦點 方丈在立法院裡面可真是狂 但是方丈下面的子弟兵也夠狂 進了中正域分級 車子到了門口 停一下 進了停車場了 但我們的記者也開到了門口去 恰功 恰功我下去停一下 不行 真的不行 因為你不是丁一鳴 可以停車嗎 沒有位子 下面有幾個 是可以讓民眾停的位置 沒有 有空位的話就可以進去 裡面都我們自己的警察 都是自己人停車 所以平常不會開放給民眾停 沒有開放 糟糕了 現在這個員警 他這麼誠實的把這個講出來 底下都是自己人在停車 好 到底民眾是不是自己人 還是丁一鳴是自己人 跟局長講的民眾都可以停 怎麼都不一樣 對 丁一鳴開過去的時候 已經不是行政院發言人 他是民眾 是 所以到底怎麼樣 要請中正域分級講清楚 還是說我們要呼籲民眾 通通到中正域局那邊 去停車 洽工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今天其實 因為最近真的為了來出的事情 雙方藍綠陣營很緊繃 緊繃到真的還會擦槍走火 怎麼說 林威周他就報了一個件事情 他說他們今天早上 在紅樓 一百月紅樓101那邊 開黨團大會 協商要怎麼樣來進行的 整個總質詢 可是今天爆出來新聞是因為 林威周他會議出來之後 發現奇怪 紅樓101外面怎麼會有一個 深面孔穿著西裝的男子 就要去問到底你是誰 結果一問下去之後發現 這個人居然他是警員 好 立法院有警員 不會很奇怪 可是他居然是行政院警官隊 行政院警官隊 不好意思 這也是立法院 他為什麼跑這邊 走錯了嗎 我們台灣是立法 行政司法是分開的 你行政院警官隊 跑來這邊幹什麼 而且居然還在党團大會的 紅樓101外面在那邊 好 是不是你來聽 我們裡面到底想要幹嘛 你說收集情資 趕快回去跟行政院回報 還是說到底什麼事情 要講清楚 蘇貞昌說他真的不知道 要問一下 徐國勇馬上就去問 原內政部長 警政署給他管 他問完之後問了就是保留 也問了警察 警政署 結果他說這個大家不要太緊張 應該就是他在那邊躲雨 因為有下雨 一般來講 立法院每一個出入口 都有便衣警察跟員警 在站崗維護治安 可是他撐著雨傘還需要躲雨 對 好 所以說法真是疑點重重 到底誰是對的 我們不清楚 只是坦白講 如果是行政院警官隊 出現在立法院 那真的很奇怪 因為立法院有自己的駐位警 所以真的讓他看物理看花 不過講真的 因為最近的這些事情 沸沸揚揚鬧到兩邊 藍綠之間的氣氛真的很差 其中就把這個3Q哥 他就說陳柏惟 他說他一哥打35個 他真的是選前業務 選後別問為什麼 因為他馬上一開蛋之後 馬上準備秒殺 馬上被鎖喉 馬上破功 沒講到國民黨多了一個委員 對 但是其實坦白講 他這個出來之後 顏寬很嚴 馬上罕見的 直接在臉書上面就說了 說縱使你戰力很強 你打死了35個國民黨立委 可是犧牲了23萬同胞的健康 那又如何 好 結果兩邊針鋒 相對之後 今天的出席活動之後 兩個人罕見的 被放在同一個座位 而且還放兩隔壁 同框之後真的是太尷尬了 這時候顏寬很 就只顧著跟旁邊人講話 然後三球哥 也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坐不到兩分鐘之後 趕快溜 趕快跑 為什麼 因為同框真的很尷尬 坦白講 他其實是 他當兵的事情 大家還說不清楚 他一下說他是顧庫房的 一下說他是顧防炮的 一下空軍 一下陸軍 我當兵退伍 都已經這28年了 我都記得清楚 我當時在幹什麼的 其實陳柏惟 他如果照他形容的話 我懷疑他是空客 為什麼 因為這種空軍的 陸軍的空側才有可能 一下空一下地 好 其實他是T大E T大E就算了 他之前還有去 就是205兵工廠 去參訪的時候 安排他去打手槍把 結果打手槍把打到 怎麼樣 昏訣送醫 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 打手槍把 如果今天他打的是武林機槍把 可能震動力太大 還有可能就打著手槍把 打到昏訣送醫 真的太猛了 可是有一個人坦白講 他怎麼樣打不過 就是我們的國民黨主席張啟成 為什麼 他很少講他當兵的歷史 結果一看之後發現 不得了了 他是陸軍的海龍蛙兵 海龍蛙兵 這個是真的是硬底子的 實打實的 因為他當年 而且他在當海龍蛙兵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刻苦 因為他當年在當兵的時候 碰到1996台海危機 當時已經是甲級戰備 所有人全副武裝睡在快艇旁邊 睡在戰備坑道 而且中山寺裡面 放的都是一些人體血腥影片 甚至他們在這個之前 已經開始接受特別訓練什麼 就是去殺豬 殺牛 殺狗 殺動物 如果敵人來的時候就要殺人了 因為他們隨時準備出戰 隨時睡在快艇旁邊 隨時要出動到對岸去 而且連遺書都寫好了 遺書都寫好了 而且他遺書寫好之後 有一天 他已經在戰備坑道的時候 突然連上了文書兵牌照 張啟燈 他說有你的信件 他一看到之後他呆住了 他拿什麼信 美國披照大學入學通知單 因為他申請大學通過 他想說他可以去 他好不容易申請到美國 就要可以去申照了 可是他當時在甲級戰備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 什麼時候要出任務 因為他知道 這任務有去可能無回 隨時準備為國家犧牲 他就把他想要的遺書 教給文書兵說 請你幫我保管 如果我出任務 不能回來的話 請你把他交給我的父母 他當時是這樣子的一種心情 可是他幾乎都沒有講 坦白講 如果陳柏惟 他說一打三十五個 第一個 他要是張啟成能夠打敗的話 我就說陳柏惟你真的當過敏 吳士郎講的 從北投開到台北市立法院 市中心這個車程要70分鐘 用這個地圖的軟體算一下 最快大概就25分鐘 最慢也要38分鐘 到底吳委員是交而已 你是怎麼開 怎麼開到70分鐘 在台灣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美豬的議題 使得整個政府頭在燒 燒得非常地嚴重 但是今天日本媒體的一份報導 出來之後 人心大震 所有的這些官員心裡面 雀滋滋的 因為大家都想說 如果這件事件 真功能成真的話 那可是現代史上的 一個大事件 真的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在執政黨的宣傳之下 真是前所未有的好 好到萊豬要你吞你就吞 真的 這是一個諷刺 好到什麼 好到總統要來了 那真的是破天荒 真的假的 我不可能吧 從這個兩岸分開到現在 大概從來沒有看過 美國總統沒有來過 不要說總統 就說這連國務卿我也沒看過 好 結果現在日本的媒體就驚爆 驚爆之後 來台灣很多 有些人就開始自我感覺良好 說你看看多邊主義 多棒 川普挺我們 這個台玉美 三方關係一起聯合抗中 你不要再自我想像了好不好 可不可以川普一月份 不就要下台了 你現在川普根本就不是 未來的總統 你說未來四年是他 那我覺得真的好棒 魏力士請 你現在川普就不過是一個 過渡總統 要拜登來台才有用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我甚至覺得美國的 日本的這個 政治評論員 他去登這個新聞 是不是有什麼人叫他登的 我真的覺得 因為這裡是個小報 這個報紙也是比較沒有 沒有名不見情傳的 我跟你講 立港 台灣很奇怪 最近只要萊豬被打得越兇 你意思說 就一直有放另外一個消息 來蓋掉這些事情 一直有台灣跟美國 有那種關係大突破的新聞出現 連日本都會來說好棒棒 我真的覺得這言有點大 大家看這梗圖 梗圖誰做的就不用多說 反正親綠的網媒 側翼 這個他們都有做這些梗圖 我還有好幾張 我只貼這一張 請開始習慣這件事 台灣經濟部 國防賺大錢 為什麼 因為漢翔成立F16 亞太維修中心 這是遙腳台灣什麼好處 你看執政黨 真是台美關係大躍進 有這樣亞太維修中心 以後新加坡的F16 也可以來台灣修 韓國的也可以來 所以以後台灣的F16 可以自己弄到好棒棒 還可以把人家修到好棒棒 然後又可以賺錢 以後要習慣 國防部以後要數鈔票 當然要賺大錢 結果漢翔8月開幕的時候 沒看到亞太兩個字 我從年 沒有亞太 叫F16維修中心 為什麼把亞太兩個字拿掉 你的F16維修中心 只修我們自己的飛機 漢翔自己說了 我們現在先修好自己就好了 還顧不到別的地方 對 上次那個飛機 還掉在花蓮外海 他現在還沒撈起來 他講的其實也有道理 但我的檢讀是什麼 修別的國家 這梗圖在做的時候 有沒有去做功課 來 我講幾個來打臉 我順便引用軍方人士的講法 第一 你韓國跟新加坡都要來修 人家戰機不是機密 第二個 韓國跟新加坡 為了給你台灣修 然後得罪大陸 然後他省這一些維修費 因為美國修比較貴 台灣修比較貴 他省一些維修費 然後去被大陸制裁 你當然人家算盤不會打 第三 人家每個國家 選配的F16的選配 跟我們台灣也未必一樣 你台灣不一定會修 第四個 你知不知道 其實美國的空軍 對於我們F16換下來的零件 是要輕一點回美國 要輕一點 所以你連一個螺絲都不可以掃 你還想修人家 現在你執政黨可能名義下降了 然後又萊豬的問題被罵翻了 然後就一直用美國 跟台灣關係很好 然後密而不宣 是被你說出來 來作為轉移焦點的東西 你是拜登 你還會給台灣好處嗎 梗圖做得這麼多 那是幹嘛 大內宣 還不是這樣欺騙所有的 自己的民眾告訴大家說 我們台灣真的是好棒棒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是全面的執政 立法院裡面也都是 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民進黨的這些委員們 委員們互來出沒話說 真的做得好棒棒 好認真 但委員們請你們做事情 用點腦袋好不好 有些事情上面來說 有些委員實在是太拉差了 所以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他就卯上了民進黨的 台北市選區在北投那一帶的 立委吳思遙 因為羅志強說 挺萊豬第一名的立委 就是吳思遙 現在羅志強甚至在網路上 發起成立一個罷免 吳思遙的總部 而且在網路臉書粉絲團 成立第一天就有15000人按讚 你看這個速度多快 對啊 當然大家都會講說 奇怪 羅志強 吳思遙 一個藍 一個綠 其實兩個人都有心 有企圖心要選台北市長 沒有錯 所以當羅志強 小強 不斷的去攻擊吳思遙的時候 吳思遙反而我管你 我就是不理你 我根本不在乎你 我完全視而不見 我就打柯P就好 他主要目標就是打柯P的 要把你看到 他在11月26號早上8點35分的時候 他就PO了一張文 還有附上美美的照片說 台北的交通真的越來越糟 惡化驚人 每天早上從北投開車到立法院 從50分一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10分鐘 所以他就take一下 每天開車磨練星星 吳思遙像這樣子講 不是沒有道理 你看我只要抓著 下次對上市 我是立委 柯文哲是市長 我只要打他 台北市的交通這麼亂 因為我越打他 我自己的聲量就可以越高 塞車塞成這樣 你台北市 柯文哲 不用出來面對嗎 還是不要一句話就打發了 連台中的立委 坐車來台北開會 都不用這麼久 這吳思遙自己講的 你想想看今年47 46 47歲的吳思遙 已經算阿姨了 我是說對年輕而言 你看著40歲的高嘉瑜 港湖女生都是大姐 都已經當上立委 當年還是市議員 現在他都已經 市長位置還沒占到 還要去打柯文哲 他當然要把這個目標往上看 但是好 我就不要再歪樓 告訴大家 吳思遙講的 從北投開到台北市立法院 市中心 車程要70分鐘 怎麼開的 有網友真的就拿他的尖鋒時間 8點半 他就是差不多8點50分 也去看看 用這個地圖的軟體算一下 最快大概就25分鐘 最慢也要38分鐘 到底吳委員 他怎麼多了一倍的時間 你是怎麼開的 怎麼開到70分鐘 還是他走S型的 這可能有兩種 一種真的是三保 走S型 或是不小心開來開去 開錯了這個地方 另外一種真的是佛心來著 安全駕駛安全第一 時速10到20 慢慢開就好了對不對 這樣子就有70分鐘 但是我們真的來看一看 如果說70分鐘 他說從台中的 來台北開會的立委 早就可以到的話 我就來看看 如果是走國道1號好了 國道1號 從台中到台北的距離 我就拿台中市到台北 是160公里來算 如果你是用70分鐘去算的話 大概時速要137公里 超速太誇張了吧 但是如果我就拿國道3號好了 從台中苗栗的邊界 卡卡角角來算 開到了台北市中心 開到台北市 距離要133公里 如果這樣子開車的話 70分鐘也要開時速114公里 是有開車超速這麼快一點點 但是這個都是只在高速公路上 通行的距離和時間 而且是表示沒有在塞車的 行程之下 而且是沒有在一般道路 沒有算紅綠燈 所以哪一個立委這麼神 可以開70分鐘那麼快 不管是時速114或時速137 你告訴我 我也真的是很佩服 不用開在一般道路 跟紅綠燈的話 我就來在網友很厲害 真的查得到 發現台中市的立委有兩個 同黨的張廖萬劍跟黃國書委員 他們真的是從台中 這樣子一路趕來開車 這個70分鐘就可以到台北嗎 錯 人家是搭高鐵好不好 那思瑤阿姨你就不能從北投 不管是北投 新北投 你坐捷運 搭大眾運輸工具 你坐捷運到台北市 會很難過嗎 這個不塞車 這每一站都停 可是速度很快 我說網友很熱心 真的還幫他算了一下 從10排你的服務處 騎摩托車到10排站 只要5分鐘 停機車加上轉乘 你動作慢一點好了 10分鐘 10排站你坐到台北車站 捷運站那16分鐘 最後台北車站你步行到立法 稍微快步走的話7分鐘 加加起來總共只有花38分鐘 所以是不是搭大眾運輸工具 好處多多 而且同黨同志的話要聽 你有沒有聽過交通部的 大部長林佳龍有說過 不要在尖峰時間 在特定的這個路段 自己要去塞 我覺得要做一個聰明的六路人 要懂得趨吉必休 同黨同志講的話 你有沒有在聽 就算你是新潮流的 不喜歡政國會的 兩個又在那邊 各派系在搶52頻道 也不要這樣不聽他的話 不聽同黨人的言 吃虧就在眼前 但是有時候也要幫他講一下話 因為施瑤阿姨 他是有苦心的 你看他一個人坐一台車 雖然一台汽車有四 五個位置 對不對 但是他的確是有 這樣的情有可言 因為他一個人抵四個人來用 你看看他在立法院議場 表決的時候可以一 二 三 四 表決四票 等於投四張立委票 他一走過去四個按鈕 全按下去了 超過磁帶力量黨團的委員 多棒 這樣子真的已抵十四 所以當一個立委當四個立委 用坐一部車空空的 就算他一個人也沒差 沒有關係 這個人家也是在做苦力 但是你要選台北市長 因為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會不會太明顯了 可是還有一個人 其實也想選市長 他最近的矛頭 也跟吳思瑤阿姨一樣 誰 矛上了這個柯P 當然就是我們的亭妃委員 他最近在講說 台北勢力圖書館打算 預計要購入一套的銅書 這個銅書叫做等爸爸回家 是大陸那邊銅書 但是他認為這是紅毒計畫 因為上面充滿了什麼 中國加油 武漢加油 裡面的插圖 還有大陸運輸機 軍機的插圖 他說這不就是紅毒計畫 要統戰台灣 把台灣的小朋友洗腦嗎 嚇得台北市立圖書館 因為他要叫台北市政府要負責 要叫柯P負責 要叫各部位好好管一管 所以台北市立圖書館 似乎就不敢再進那本書 因為還沒買 但是我相信廷菲阿姨 他也算是跟施藥阿姨同輩了 他大概有切身之痛 有切身之痛 他才會提出來 你看看 後來網友也很聰明 馬上上網去找了 發現說原來台南市立圖書館 你看到沒有 後必還有白河區的圖書館這邊 他們原來就有這本書借書 本來又買了9本 人家早就買了 早就思想被統戰了 原來台間藏在台南 剛剛不是他也想選市長2022年嗎 所以他打柯文哲 但是此則非彼則 因為你這樣子罵到了柯P 柯文哲 可是你也暗筒 台南市長黃偉哲 因為他早就買了 柯P是還沒買 你看有人是以一打35 就被打到趴掉 但是這個可厲害 一打打兩個市長 但我們說到台南那個哲 不得了 你注意 在台南這個地方 你可是要特別注意 暗黑當中你可能會沒命 但是土地下當中的東西 可能會要你命 台南現在這個東西爆了出來 那應該算是現在市長的責任 還是算前任市長 也就是現在這個副總統的責任 立剛 我跟你講 我勸黃偉哲市長 最近一定要去拜拜 因為太衰了對不對 前一陣子你看 馬國女大聲命案 全國罵翻 就是那個幾個路燈沒亮 造成那個嫌犯性侵 大學生得逞對不對 現在又有陳廷飛 同黨同志 直接攻擊他說 等爸爸回家在台南市立圖書館 竟然可以借得到 這本書是統戰洗腦用的書 你怎麼可以讓我們在民主勝地 讓小學生借得到這個書 不但被全國罵 還被同志罵 罵這些我跟你講 立剛 你要曉得 他是74.6% 在6度裡面排第三的市長 然後在全國排第四 表現都還不錯的 非常不錯 可是你看內憂外患對不對 但是就剛剛你講的 我告訴你 他現在有個更頭痛的 這個頭痛的問題 恐怕我看將來會引爆 非常大的爭議 你就說地底下的東西 會要命 兩三個月前 就已經在雪甲查到 農地裡面竟然到什麼 廢爐渣 農地到廢爐渣 爐渣是非常毒的 但農地 農地上面還在耕種 那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最近你知道發現 竟然現在連工業區的土地 也有廢爐渣了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這整片地 可能沒有體污完膚 到處都有對不對 可是台南可是有農業大縣 農業大縣的土壤 是不能被污染的 好 我們農地先擺 我們先講雪甲工業區 11月30號過兩個月以後 第二次開挖八個地點 也都是國有財產區的土地 只要挖兩公尺深 就挖到了大量的廢爐渣 兩公尺就挖得到 所以你就曉得說 其實這個問題是 非常普遍的對不對 好 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網友就開始酸了 就說挖不到才叫新聞 挖到是很正常 有人更狠 竟然說什麼 以後到台南 台南不是美食的故都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去點一碗 爐渣飯配一碗爐渣湯 再來一尾爐渣濕沐魚 保證大賣 這才太狠了吧 堵死了 對 好 我們講回來 雪甲農地的清運工作 當時官員目測 估計有33000公斤 這麼多的量 就是說3.3萬噸就對了 結果你知道差不多10天 進度超前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清運的進度超前 就是33000公斤已經運完了 這麼快的速度 這麼有效率 就是說已經 百分之百已經達成了 可是不對 現場環保局一看 我們還沒挖完 還有很多 還有 所以底下還有鼻有洞天 還有更多東西 不敢講 不敢告訴市長 你知道預估有多少嗎 有十幾萬到20萬噸 有這麼多東西 這麼趴大的量 精確數字還沒有出來 可是這一定是日經月累 絕對不是在黃偉澤的任內 就會出現這麼多東西的 你知道到這些廢爐渣業者 可以獲利多少嗎 好幾億 結果台南市環保局 開大罰單給你猜猜看 開兩張 一張6000塊 一張72000塊 加起來78000塊 這個生意這樣子 太好做了吧 好幾億跟78000塊來比 好 我就告訴你了 這個廢爐渣的土地 經過檢測以後 重金屬超標最低6倍 最高24倍 6到24倍 這土地完蛋了 那個農地根本不能再種了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問你 為什麼環保局 一直在袒護這個業者 好 我現在揭秘業者是誰 業者就是民進黨的中職位 也是現在台南市民進黨 黨部的財務長 叫郭再青 自己人 自己人 誰敢動他 為何才能夠放東西 到這個土地裡面 當然話注意 沒有人敢要動他 你知道 我們現在就要講說 這件事情只有中天在報 你民進黨執政以後 就是說明明白白 違反公眾利益的 大家都可以視而不見 就像中天 NCT委員可以7比0一致通過 像台南的盧渣可以一致 環保局不上報 然後大家都不關心 將來這種情況 你知道在台灣 是不是還會一再的發生 民進黨現在是全面的執政 來看我後面兩個字 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字會不會唸 會唸吧 唸這兩個字就知道是什麼意思 政府現在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說到 政府做了這麼多事情 讓我們感到非常物足的時候 來 今天聽個好消息 中油運了90萬桶的油 來到了台灣 這是從查德挖出來的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在那查德開挖了10多年 總算挖出油了 不得了 好棒棒 以後我們讀大學都不用錢了 因為中國石油公司有錢了 我們是產油國了 不好意思 可是你注意 那裡面股份現在剩多少 以後還有沒有油會運進來 也許運不進來 真是一個天道好消息 台灣挖到石油了 雖然說是在查德 而且我們中油花了17年 真的是台下17年工 台上1分鐘 今天大船入港 我們挖到原油回家了 回到了高雄港 進到了大林的燃油場 這一次第一批 進來了95萬桶的原油 真的好棒棒 太棒了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第一次有一個 自己生產的石油 真的應該要高興 還真遙遠 從查德來 又不是從新竹外海挖進來的 對 但是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指標 可是我們有些數字 在別的媒體不會告訴你 你知道台灣一天 要用到多少桶原油嗎 一天要用到100多萬桶 也就是這一批進來的 剛好台灣一天使用不太夠 一天就把它用光了 對 沒關係 沒啦 就這樣子 但至少還是我們自己做的 可是一般來講 正常這樣子的情況應該是 在現地挖到之後賣掉 換了錢 在鄰近國家把油再買回來 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因為運費實在太貴了 可是為什麼現在政府 還是要把它運回來呢 很簡單 這是一個大內宣 超級大內宣 是有象徵性指標性的一個意義 而且他還沒有講 我們在查德挖到的油 其實30%查德的股份 35%中國大陸華興的股份 35%中油的股份 到底我們挖到這個東西 我們自己能夠留下多少 沒有講 可是當然高雄今天是歡欣鼓 因為第一批原油運進了高雄港 當然高雄在市長陳其叛領導下 到底做得好不好 因為好不容易補選選上了 結果民調出來了 經濟日報有做一個民調 就是幸福指標 結果在六都裡面 高雄是末段班 怎麼會變末段班了 對 高雄末段班 其叛好棒棒 怎麼會變末段班 對 而且在最受 就是最討厭的六都市場 還有倒數第一名 也是陳其叛市長 最近又有被大罵特罵 為什麼 因為 他六合夜市一個活動 宣傳的好棒棒 半桌免費吃 叫鄉親手刀趕快來 很多高雄鄉親 聽到之後真的手刀 衝去到地上戳了 有木瓜牛奶 有水餃 有大腸包小腸 結果一頓殺去之後發現 他紅紅的桌子上面 有木瓜牛奶 只是就是跟保養公司的 飾飲杯一樣 這麼小杯 飾飲杯 有民眾說那個飾飲杯 比麥當勞排隊等太久 給你喝個飲料 那個杯子還要小 而且那個飾飲杯 還沒有弄到八分滿 弄到差不多一半滿而已 真的 人家說 這真的是騙笑 讓大家覺得說 當我們是乞丐嗎 陳其叛一聽到之後 他震怒 而且不只震怒 他還馬上就把市長 管理處處長了 直接拔關講職 然後把這個承辦廠商解約 後面的活動我們自己辦 可是表示你的螺絲釘鬆了 其實在整個高雄裡面 大家都知道 最挺陳其叛是哪個組織 就是WeCare高雄 這個WeCare高雄 身為罷免高雄市長 第一領導品牌 在選前的時候 強力來幫陳其叛的宣傳 來幫他做這些廣告 可是他選後 現在在做市長的時候 他還幹什麼 結果他在二搞 什麼 二搞什麼 他在二搞許淑華 立法委員他PO了一個 抗議萊豬的一個貼圖 他 許淑華委員 他就拉了一個布條說 我要抗議萊豬 所以蘇貞昌 你先吃 我OK 就是你先吃萊豬 我們不吃 結果這WeCare高雄 馬上把這圖 二搞亂改 他突然提了什麼 曾昌 你先吃我OK 真的是非常下流 今天你對一個女性的 國會的委員 用這樣子的一個貼圖 抹黃人家這個 女性的立法委員 這真是非常非常不應該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記得點閱中天YouTube 不管是手機或電視機 數位電視機 都會進到YouTube以後 按讚 訂閱 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我們說到最近 這網絡上面的電影 真的很行 像Netflix裡面 居然有一個影集 他28天6200萬個家庭觀賞 現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在封什麼 封的居然是西洋棋 這部片叫做《後裔氣兵》 就短短的七集 很推薦給各位朋友來看 確實剛剛立剛講了 就是說他創造了非常多的紀錄 包括短短28天 就有6200萬戶的家庭收看 而且是62個國家的 目前這個收視率的榜首 這麼厲害 包括你現在去Google去查 如何下西洋棋 How to play the chess 這個詞句 你說這個搜尋變最高了嗎 對 9年的新高 然後還有甚至它的銷量 西洋棋的銷量 也超過了1048%的成長率 所以你知道它創造 非常多的一個紀錄 先給各位觀眾來介紹一下 當然整劇的靈魂 就是這位女主角貝斯 她是Anna Taylor-Joy 今年只有24歲 她還沒有演這部片之前 當然很多朋友是對她很陌生的 但是她這部片 確實讓她一炮而紅 可是她也不全然是一個新人 她2015年的時候 就開始演出獨立的電影 叫《女巫》 恐怖電影 另外她也演了一個叫做 《分裂》還有《異烈》這樣子的電影 但是她演的電影 看起來她都有挑過 她都演那種心思生成 或是演那種性格分裂這種主角 也這種因為演技的磨練 所以這部戲 因為你是要表達女主角 在下棋的時候 這種沉浸理智 還有內心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個女主角 其實她演得非常地好 大受歡迎 尤其她兩顆大大的眼睛 每次看上去 就覺得很能夠透析對手 在想什麼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一部戲她演得非常非常地 恰如其分 另外其他的幾位的主角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包括肯德基州的冠軍 哈利 有沒有覺得很遠的時候 她就是演哈利波特小時候 那種被寵壞的達利 如果大家喜歡哈利波特系列的話 會對這個小男生 非常非常地有印象 另外還有一個劇中的男主角 是飾演全美冠軍的 班尼這個也是女主角的 一個心靈伴侶 她是有看過什麼移動迷宮 冰與火之歌的人 對她這個都不陌生 這個也是這個男星來飾演 叫做Thomas Santos來飾演 我們再稍微講一下這個劇情 他其實就是講說貝斯 他從小是一個孤兒 然後在孤兒院 類似孤兒院的一個機構長大 然後他有一天就跑到地下室 跟他的啟蒙老師 叫一個先生 薛波先生在下棋 結果下棋 突然她這整個人生 就整個被開發了 後來一路過關斬將 克服重重的困難 最後達到世界冠軍 你就知道這部戲 非常非常地引人入勝 對 其實這部戲 還有一個令大家討論 最多的地方 就是她的特效 因為你看她特效 其實因為這個女主角 去世界各國比賽 譬如很多場景都在俄羅斯 而且她是講1960年代的故事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場景 都是Key上去的 是要用電腦畫出來的 對 電腦合成進去的 很多人都因為現在是 因為她的場景沒辦法達到 1960年代那樣的場景了 對 而且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女主角 是不是真的去那個國家 是實地拍攝 不是 她就是在我們一個綠Key板 然後把所有後來 都用後製做上去 所以這個特效 真的做得非常地好 很多網友都覺得說 天啊 這到底是哪裡拍的 NO 那個真的就是電影特效 聽說好像有些人不知道 怎麼用YouTube看我們中天電視 來 我現在就來教大家了 第一個當然先拿出手機 再來你就先查詢 YouTube的APP 下載完之後 登入或建立帳號 先點入YouTube之後 搜尋中天電視 你點了訂閱之後 再來 來 開啟小鈴鐺 點選喜歡的影片 按讚加分享 這樣就不會錯過 中天的新影片了 等一下 什麼 隔壁陳媽媽說 訂閱中天YouTuber要不要錢 不用喔 訂閱中天電視 不用花一毛錢 那還有講說 他現在這個行銷 他的服裝 他服裝這一次 也是非常引人注目 你看女主角的服裝 不過你現在想要回味 這部電影的服裝的話 他也非常會做行銷 在網路上他有一個APP 你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 這個女主角身上的服裝 你點到哪一個服裝 他就會告訴你 這個是在影集裡面的哪一集 然後哪一個場景出現的 就會讓你來細細的這個緬懷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最後在奪冠的時候 他穿的這個服裝 都會跟你來做講解 我必須要講 這部戲確實是一個 滿引人深思的 包括女主角 他在對戰的過程當中 所講的一些話 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他講的兩句話 就是說努力想要改變命運的人 是沒有空抱怨命運的 還有一句話是說 這世界上有很多的風景 只有當你身在谷底的時候 才懂